好,现在我们看 首先看这个 Transverse Magnetic Wave 这种Mode 我们已经规定了 往Z方向是重方向 Z方向是重方向 所以Transverse Magnetic Wave 就是在 在这个 两个X跟两个Y短点之间 这个界面上 就是在这个界面上 这两个边界 这两个边界 就是在这个界面上 好,我们首先看 我们先看 假如这个还是一种 扑倒的话 就是说前后 我们且慢考虑 说它有两个 导体 导体墙为重 它还是一个 矩形的坡导 那么它的TM模式 TM模式 比头只有EZ存在 MZ不存在 EZ EZ 它 这两个 前面这两个 就是在 X这两个 两个这个 倒体壁杀 跟Y两个 倒体壁杀 来回 来回反复 震动的 传播的 这个 驻波 它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Z方向呢 它是一个 传播的一个 情况 往正Z方向 传播 这是正Z 如果 它当然 到了正Z 这个地方 如果有一个 端点 有一个 导体 壁的话 它会反射 所以你都有 反射的 这个 Z波 Z component 那么它也是 这两个 面之间 都是 驻波 那么它有一个 波呢 是向 负Z的 方向 传播 我们假设 入伍是 向正Z方向 传播的 正负 是Z0 EZ plus 往负Z方向 传播的是 EZ minus 好 那么这两个 波 在这个当中 传播啊 那么它 彼此干涉的 结果呢 就是这两个 波 加起来 变成一个 合成波 这两个 波加起来的话呢 变成 合成波 那么 我们必须要 让它 满足 所谓的 边界条件 这个时候 边界条件 是什么 因为它是 电厂 电波 电厂的 电厂的 波 朝Z方向的 Z方向的 这个 分量 电厂的波 它是Z方向 Z方向的 所以这个方向的波 对这两个 端点 的 导体 币来说呢 它是什么 是垂直的 它是 它是垂直的 就是电厂 跟导体 壁 是垂直 好 那么 这个连续条件 边界条件 请千万要记住 千万要记住 在导体的表面 电厂的切线分量 为零 那就表示说 在导体的表面 它的电厂 是跟导体表面 垂直 跟导体表面垂直 电厂是最大的 那么在这两个 如果说 在导体表面 磁场呢 磁场它是 切线分量 最大 切线分量 方向最大 所以如果这是 这是HZ的话 那就是HZ 在这两个位置 要等于零 可是它现在是EZ EZ是 这两个地方的 电厂最大 最大就是 它的导函数 要等于零 电厂最大的结果 就是导函数 它对Z方向的导函数 就是它的斜率 要等于零 斜率等于零的话 你这个电厂 不是最大 就是最小 那在这个 到底表面 当然是最大了 所以我们要用这个 所以一定要记住 在这个 共振空箱里面 不断地用这个 电厂磁场 要记住 要把它弄懂 然后把它记住 好 然后这个是电厂 那我们现在要什么 是在这两个 导函数 partial EZ over partial Z 在Z等于零 跟Z等于D 这两个地方等于零 所以我们要把 partial Z over partial EZ over partial Z 求出来 这个式子 对Z做偏微分 就是这两个式子 分别对Z做 偏微分 那这个做偏微分 就是这个 对Z做偏微分 它就有一个 负的 伽玛 负伽玛 伽玛是等于Jβ 就是我们里头装的空气 或者是理想的绝缘体 所以伽玛就等于Jβ 付伽玛就是付Jβ 10 然后这个还在 这个还在 伽玛Z就是 付伽玛Z就是付JβZ 然后加上 这个式子 对Z做偏微分 那它就是 正γZ拿出来 就是正Jβ拿出来 10- 跟这个还是存在 那这个 在Z等于0 跟Z等于D 这两个地方 要等于0 我们就把这个 带进去了 你看 Z等于0 那所有的 exponential exponential负 JβZ 都等于1了 对不对 还有前面的 Jβ 这就是这个 消掉了 那就是这个 等于0 那这个 等于0的结果 我们就解得 10- 要等于10+, 解除这个来了 我们再有 我们再有这个 你把这个 Z等于D 带进去 它Jβ什么都 这个提出来了 这也是提出来了 提出来就说 它不是等于0 等于0是这个 等于0是这一项 那这一项 两个加起来 那就是两倍的 cos βD 两倍的 这是减 等于这个减这个 等于两倍的 J sin BetaZ 那么它等于0的话 那一定是 sinBetaZ 等于0 其他不会等于1 但这个 这很等于1 当这个很等于0的时候 就是BetaD 要等于P排 P的一个整数倍 P是整数 所以从这里 可以解除 Beta 是等于P P P overD 那么P呢 我们可以用0 1 2 3 这些 来带 就可能是这些数字 它是这些数字的时候 这个 这个一定等于0 好 这个解出来了 那我们就知道 Z方向的 正负两个方向 传播的波 加起来 它现在呢 10负的 跟10正的相等 所以提出来 这两个就是两倍的 Cosin BetaZ 而Beta呢 是等于这个 所以它就是变成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字 然后我们就把 两倍的 10 plus 令它等于10 就等于这个 电厂的 正负 OK 就是这个 驻破的 的 正负了 我们解除这个来了 Easy 解除来了 好 现在我们看 TM Wave 里头的 X分量 X分量 对这个 前后两个 导体B来说呢 它是切线分量 是切线分量 我们这个 先把它写出来 这个就是 前面这个 就是TM 矩形波导 TM Wave 里头的 电厂的 X分量 X分量 那现在它 朝Z方向行进 这个也是 朝负Z方向行进 那这两个波 合成 以后 合成以后 它就变成 这个波 合成 合成以后 我们就把 这两个 加起来 把共同项 提出来 共同项 提出来 那么 这里头 E0 Plus Exponential Beta 我们用 Gamma 我们用 Jbeta 来带 变成这个值 那这个波 必须要满足 边界条件 满足边界条件 就是什么呢 因为电厂的 X分量 在前后两个 就是Z等于0 跟Z等于D 两个导体B上面 它是属于 切线分量 切线分量 等于0 因为导体B上面 在导体B上面的电厂 一定跟导体垂直 这个我们在电磁学上 都讲过的 就是导体表面的电厂 一定跟局部的表面 要垂直 这是合成波 那现在我们把这两个条件 带进来 这个 D等于0 D等于0 那这个就变成1了 对不对 那就是10 Plus 加上10 Minus 等于0 所以10 Minus 等于负的10 Plus 然后在D的地方 等于0 这两个 加起来变成负2J Sine dB Fu2J Sine dB Sine Persine BetaD BetaD 好 这个等于0 那一定是 Sine BetaD 很等于0 那这个BetaD 必须是Pi的 整倍数 所以Beta还是等于Pi over D P等于0 1 2 3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Beta 带回去 带回去 把这个Beta带回去 这两个就变成这个字 那我们把2J 那我们把2J 拉到前面来 这个Sine BetaZ 就是Sine Pi 是Pi over D Z OK Pi over D 好 这个地方 现在这是Beta Beta就是Pi over D 这个地方Beta我们用 本来这里有个Mpi over A 现在我们把Beta变成Pi over D 然后乘上这个字 我们就把前面这个 就把这个 10 这里好像漏了一个2 这里漏了一个2 这一个2 负2 10 这个 这是10在这里 没错 是这个地方 负2 10 plus 这是个常数 我们就离那等于10 没错 这个实在是没错 那这个Beta 它就变成 Pi over D 好 这里J乘J 负1 负1成 负号就等于 负 负负得正 这里还有一个负号 好 这个就是EX EX 好 那么其他的这个分量 通通是这样子的求法 通通这样子的求法 比如说我们看 TMWave的Y分量 Y分量是这个 前面这个是 举行波导 TMWave的EY component 这个 然后我们 把这个波导 是向正Z方向传播 这个带进去 负的是 向负Z方向传播 带进去 然后 合成波 这两个加起来 两个加起来 这两个加起来 10plus 乘这个 加上10plus 10minus 乘上这个 负塔 Gamma变成 Gbeta 那现在就要满足 边界条件了 各位自己想想看 电场的Y方向 对前后两个导体币来说 是切身分量还是 法线分量 切身分量 切身分量的电场 电场的切身分量 是等于0 导体表面 所以 它就是这两个 在Z等于0 Z等于D的地方 必须要等于0 OK 等于0的结果 我们就把它 带到这个里头去 当这个等于0 这个等于0 这两个就是1了 所以就是10plus 加10minus 要等于0 那就是10minus 等于负10plus 然后这两个是 D的时候 也要等于0 D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 变成负10拿出来 这就变成减的 减的话就是 两倍 这是等于负 两倍的 J sin βZ 那等于0 一定是这个等于0 那就是β 那等于Pπ over D P还是一样 0 1 2 3 好 现在把这个 带回 这个式子 这个 连同这个 带回这个式子 那它就变成 这样子 好 这个地方 有个Pπ Pπ是β 这是Jβ 这有个J Jβ β就拿出来 摆到这里 OK 然后这里 有一个J 对不对 所以它就是 最后就变成 10 等于两倍的 10 我们就是在这里 我们把这个 这个10 这个等于 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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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拿出来 负10 这两个 乘起来 有个2 所以就是 2 10 我们令它等于10 就是这个 那这个就是 共振空箱里头的 电厂的 外分量 电厂的外分量 OK 那今天我们看 磁场 我们现在看磁场 从这里到这里 是TM Wave 磁场的X分量 现在加上它的传播 因子 传播因子放到这里 然后合成波 这两个加起来 那这个合成波 必须满足 这两个边界条件 这两个边界上面 HX对这两个边界来说 HX X是这个方向 是切线方向 切线方向 那我们知道 HXX 是切线方向最大 在导体表面 表面 HXX是 切线方向 分量是最大 所以 所以 它对 Z方向的导函数 在这两个位置 这两个位置 都必须等于零 你看 现在又要用这个了 因此你这个 边界条件 一定要搞清楚 一定要搞清楚 好 当我们把这个 对 Z来做偏微分 然后Z等于零带进去 你可以得这个 Z等于零带进去 因为你这个 微分有个负 Jβ 这个微分是 正Jβ 所以里头呢 就是 零零 就是一个负 一个正 等于零的话 就是 一零 minus 等于一零 plus 然后呢 这个等于D带进去 那它就变成 两倍的 这一零plus 拿出来 两倍的J β 两倍的Jβ sinJβ sinJβ 一定要等于零的话 β就等于Jβ 所以βZ βZ等于零 那么它要等于Pπ 这个我就 没有真仔细的写 OK 那你们回去啊 一定要把它弄出来 自己把它写出来 OK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值 跟这个值 带到这个里头去 就得H常的 X分量 是等于这个 那这个里头 10 它就是等于 两倍的10plus 这个你们都自己 再把它做一遍 那还有一个 Y分量 磁场的Y分量 这个是 TmWave 矩形波导 TmWave的 H Y分量 这个是朝正方向 传播 这个是朝负方向 传播 合成波 这两个加起来 就变成 这个样子 那这个必须要满足 边界条件 那H的Y分量 是这个分量 这个方向 对这两个边界来说 是 切线分量 磁场 导体表面 磁场切线分量 是最大值 所以它的导函数 在这两个位置 要等于0 还是一样你把这个带进去 还是得这个 然后再把这个值带回去 它就变成这样子 TmWave的X分量 这个是 这个是 前面这个是 矩形波导 TmWave 的X分量 它朝正Z方向传播 这是朝负值一方向传播 然后这两个 加起来 合成波 合成波呢 必须满足这个边界条件 那这个边界条件是什么呢 因为H厂的X分量 这个分量 对这两个导体平面来说 是切线方向 你要永远记得 在导体表面 电厂的垂直方向 电厂只有垂直方向 磁场只有垂直分量 电厂只有垂直分量 磁场只有切线分量 那么所以它的法线分量 就是这个 导导数等于零 你把这个导导数 零 带进去 你得到这个值 再把D 再把D带进去 你就得 Sine Beta Sine Beta D等于零 那就是Beta要等于 P Pi over D P是等于这个 这个我这里没有仔细写 但希望你们回去 把它 把这个 自己倒一下 自己倒一下 然后你再把这个值跟这个值 带回 原来这个式子 你就得这个值 这个就是在共振空箱里面的 磁场的X分量 然后H场的Y分量也是一样 这是举行波导中的 TM 磁场的Y分量 这是朝正Z方向传播 这个是朝负Z方向传播的 合成波 就是这两个加起来 那HY呢 是这个方向 对这两个 对这两个 导体B来说 它是切线分量 切线分量最大 所以它的法线 方向的导导数要等于0 你把这个 等于0带进去 这个 微分一下 得这个 然后Z等于D带进去 又得这个式子 然后你把这两个 带到这里 我们就得HY是等于这个值 OK 好 现在我们把这几个分量全部导出来了 然后里头的H平方 是等于Mπ over A的平方 加Mπ over B的平方 那这个 这下标 下标 分别代表 X方向 Y方向 跟Z方向 它拥有的半波长的树木 半波长的树木 OK 好 向长数 β是等于这个 你把刚刚的H字带进来 β又等于这个值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 Omega μY等于这个 那因为它是跟 MNP有关系 跟它是什么模式 有关 所以我们就把 这个地方加个下标 MNP 这个是较频率 频率呢 是在于这个 被二π来出 好 那么 我们现在 就看这个 举行 共振空腔中 共振空腔里头的 这些模式 它的电厂 跟三个磁场 分别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就如果要看 它的功率的话 功率的话 因为平均功率 它就等于 二分之一 Real E Cross H Star 电厂 这里 通通没有J 而H 有J 所以它最后 就是什么呢 虚数了 你取时数的话 那它就是零 因为它没有 它只有虚数 没有时数 那这就表示 Pointing 向量 跟时间的平均功率 在任何方向 都是零 那就说 它不承载 它没有功率 输出 没有功率 输出 所以它越震荡 你外面输入的越多 从探针里面输入 它这个就越大 政府就越大 所以它就是 构成一个 很强的一个 一个电厂 跟磁场的地方 可是在TN波来说 TN波来说 它电厂 电厂 跟 M厂 跟这个磁场 横向磁场 你看 横向电厂 与个横向 磁场分量的时间 相位相同 为什么相同 因为这里头也有J 这个也有J Jβ 这个也有J 所以你取1分之1 Rial E Cross H Plus H Star 那就是 变成 没有 J乘J就变成 时速了 时速的话 它就是 有平均功率 它会在 坡岛里面 传播功率 坡岛里面 可以传播功率 OK 我们现在介绍 共振空腔里面的 T1 MNP模式 T1模式 就是说 它的电厂 是 Transverse Direction 我们现在 假设坡是 朝Z方向传播 而电厂 只有 而电厂 是朝 这个 Transverse 方向 就是横向的方向 只有横向方向的 分量 好 那么 电厂 如果只有 横向分量的话 横向分量 不管是 不管是X分量 还是H分量 对于Z等于零 跟Z等于D 两个导体面来说 都是切线分量 切线分量 切线分量的话 对H厂来说 对H厂来说 它HX跟HY 在这两个导体面上 都有极大值 因为它的切线分量 是最大 然后导体分量呢 不是导体 电厂的X分量 Y分量 是为零 因为 电厂呢 在导体表面 它只有垂直分量 好 那么因此我们现在 现在来看 假定 波是朝Z方向传播 那么在 矩形 波导中 PE Wave 向Z方向传播的分量 是这个 这是它的传播方向 如果只有它的 横界面的话 就是只有这两项 这包括Z方向 就是它的传播方向 副方向传播的是这个 它的合成波 这两个加起来 就变成这样子 那合成波Z方向的 H常 对这两个面来说呢 是垂直分量 是垂直分量 对Z等于零 跟Z等于D D来说 这两个表面 它是垂直分量 垂直分量 等于零 H常就等于零 所以HZ 在Z等于零 跟Z等于D 两个地方都等于零 我们把这个条件 带到这个数字里面去 这个零 这个零 那就是H 零负的 等于负的 H零正的 有这个 然后这两个 可以化成 就是当 Z等于D的时候 它是变成这样 这两个字了 这是负2J 3倍到D 等于零 那么当然 现在 永远等于零 就是说 你这个字都不可能是永远等于零 偶尔会是零 就是某一个地方会是零 如果这也不可能为零 这个为零我们就不要做了 那只有这个等于零 横等于零 那就是βD 那等于Pπ β等于Pπ over D P是等于零 一二二三 你再把这个 跟这个条件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带到这个HZ里面去 它就变成 这个值 这个就变成 二负二J 3Z 我们把这个当作是一个 常数H0 所以它就变成H0的 这个值 H0的这个值 好 那么 这个是 H常的 Z分量 好 对 在T1波里面 电长的X分量 是这个值 我们以前 T1波的时候 导出来过 那合成波 这两个加起来 它要符合 满足这个边界条件 电长的X分量 对这两个导体B来说 它是切线分量 切线分量 切线分量 就要等于零 因为电长在导体 表面一定只有垂直分量 切线分量 切线分量 是等于零 所以我们就用这两个条件 把零 带进去 得H0负的 等于 负H0 然后把Z等于D带进去 还是这个值 因为这个里头 只有它很等于零 BetaD就等于Pπ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值 跟这个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来 就得它的合成波 EX合成波 是等于这个值 那么里头的H0 就是等于这个值 电长的X分量 导出来了 现在我们看电长的 Y分量 这是T1波 它的电长的 向正方向 正Z方向传播 这是朝负Z方向 传播的 合成波加起来 变成这个 那么合成波 一定要满足 边界条件 Y方向的电长 对这两个边界来说 都是切身分量 电厂的切身分量 要等于零 在这两个 道地表面上 所以我们就有 这个值 跟这个值 跟前面一样 然后把这个跟这个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来 我们可以把它 划成2J Sine BetaZ 好 那么 最后 我们把 这个 存在这个 负的 这本来有个负的 编成H0 它就是 这个值 就是 举行 共振空腔中的 T1波的 电厂 Y分量 好 现在我们看H厂 H厂 T1波的H厂 在 举行坡倒中 朝正方向 传播的是这个 朝负方向 传播的是这个 合成坡 这两个加起来 满足 这两个边界 这两个边界 H厂 HX 对这两个边界来说 是 切线分量 在导体表面 H厂的 切线分量 是最大 最大 它的磁场是最大 那么它的导函数 就要等于零 所以我们就顺便 把它的导函数 partial HX over partial Z 求出来 等于这个 然后我们就带这个条件 先把Z等于零 带进去 那H0 minus H0 plus 然后再把这个 等于D 带进去 等于这个 这个是等于负 2Jsine BetaD 所以这个很等于零 那BetaD就等于Pi Beta就等于这个 我们就可以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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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 amplitude 跟这个 带进去 E0 H0 H0 minus 等于H0 plus 这两个 就变成两倍的 Cosine BetaZ Cosine Cosine BetaZ 好 那我们现在 就把这个 这个变成JBeta 这是JBeta JBeta 然后这个有两倍的 两倍的 J Sine BetaZ 两倍的J Sine 不是 这个价值 Cosine 不是两倍 两倍的 Cosine BetaZ 这个J在这里 两倍的 Cosine BetaZ 好 带进来 我们 可以把 这个式子 我们定 这个等于 H0 OK 本来这个JBeta 这里没有J 本来是 这个是 JBeta 本来是 都是正的 对不对 我们就特别这里 Lina 等于负 这个Lina Lina 等于负 为什么 因为 我们 整个 这个 这一组 它都是 H0 等于负 RJ H0 PLUS 配上这个 好 最后就是 HY 磁场的 Y方向分量 这是 这是 举行坡 岛里面的 第一位 这朝正Z方向 传播 这个朝 负Z方向 传播 合成坡 满足 这个关系 Y方向的 分量 对这两个 边界来说 是 切线分量 所以你还是要把他的 导含数求出来 对Z做 片为分 变成这个 然后 这个条件 带进去 再把这个条件 带进去 得这个 就有这个值 最后 HY 你可以把它划成 这个样子 我们还是把这个 我们还是把这个 化成 负二J H0 PLUS 令它等于H0 我们这组 通通用这个 现在我们就把 举行 共振空腔里面的 六个 场分量 全部求出来了 这个是他的H平方 他的 共振频率 是这个 这个跟 TM wave 是一样的 TH wave 跟TM wave 是一样的 凡是具有 相同 共振频率 是模式 就是你这个 模式 不一样 但是 共振频率 一样 这值都一样 那么我们就称为 这些模式 叫做 减并模式 Degenerate mode 叫做 减并模式 OK 就是说你这个 模式 MMP 值可能不一样 MMP这个 这三个 值不一样 但是整个 这个共振频率 的值是一样 那我们就称它 叫做 Degenerate mode 如果下标 没有出现 零值的话 就是说 这三个 下标 没有一个是零的话 常常有 减并状态 那共振频率里面 有最低值的模式 我们称它叫做 主要模式 Dominate mode 好 共振空枪 与波导中的特地模式 我们可以用 激发相同频率的电磁 可借助激发 就是说一个碳针 或者是环路天线 能够激发 同一个频率的 电磁波 把它 进入 同轴电缆线 连接 然后传入空枪 或者 或坡 或坡岛中 空枪 或者坡岛也一样 坡岛中 电厂或磁场的 最大之处 它有最大之处 就是它的 坡幅的地方 那么现在以A 就是说它的 X是A 宽度A Y宽度是B Z宽度是D 这个矩形 共振空枪 这个模式来看 101 那就是说 M等于1 N等于0 P等于1 它只有 这三个模式存在 你可以把我们刚刚的 六个模式 都拿出来看 第一 当 N等于0的时候 MP都等于1 N等于0的时候 只有这三个模式 存在 好 好 我们看正就是 这个是在中间 这个是 这个电厂 这个磁场在这里 好 好 现在我们 好 现在我们 刚刚只说 T101模式 只有这三个场 存在 好 现在我们来看 这个题目就是说 这个规格 A大于B B大于D 这个是A大于D D大于B B最小 这是D最小 这三个 这三个都相当 它的磁场是这个东西 你现在要求 我现在要求它的 主要模式 HZ是这个值 TEMMP HZ是这个值 看它的主要模式 是什么 那我们选择Z轴 为传播方向 在TM模式里面 M与N 都不可以等于零 这里应该 我少写了一个东西 就少写一个 这个 现在这个TM模式 这是TE模式 TM模式你看 它三个都是SINE 这两个都是SINE 这个是COSINE SINE里面的M跟N 不可以等于零 任何一个都不可以等于零 因为你等于零的话 这个整个不见了 所以TM MMP模式组长中 M与N 借不得为零 可是这个可以为零 可是这个可以为零 这个为零 就是POSINE 这个等于E 可以为零 在这个模式里面 这两个模式 M跟N M跟N 可以可以为零 但是不能两个同时为零 不能两个同时为零 P不可以为零 P不可以为零 在这种条件之下 最低的模式 就是什么 你看 TM模式的话 这个不可以为零 这个不可以为零 这个可以为零 它是110 这个模式 这个可以为零 这个可以为零 一直只能一个 这个不可以为零 所以P一定是1 后面1 这个 零 1 可以 或者10 可以 所以最低的模式 就是这三种 那我们再看矩形空腔的 共振频率 是这个字 共振空腔 那现在我们 在这个状况 就是X边 大于Y边 又大于Z边的话 它的共振频率 共振频率 你看这个字 第一是最小 分母最小 就是这个分数是最大 你要整个这个值 要最小 它才是共振频率 所以 当这个 等于零的时候 这个等于零 这一项就不见了 所以就是 这个跟这个 你不能留这一项 因为 这个分母 都比这个大 分母都比这个大 所以 这个分数 比这个分数小 我们把最 最大的分数把它去掉 主要模式是 TM M110 因为这个 要等于零 零的话只有 TM模式可以有 好 在A大于B D大于B的情况下 那我们这个 现在 把最大的去掉 就是把 这个去掉 它就变成 A 加D 这是1 这是1 那这个 那这个是什么 101 101 有一个可以等于零 那是TE mode TE mode 三个都相等的话 三个 长度都相等 那三个 最低模式 就是这三个 这三个有相同的 相同的这个 它的这个震荡 公正模式 所以这个模式 我们称它叫做 减并 公正频率 减并的公正频率 就是 这个字 你把这个 M等于E N等于0 P等于E 带进去 就等于这个字 OK 好 那么 我们 公正空腔 我们就 介绍到这里 好 整个电磁学 我们就 到此 介绍完毕 好 好 好 谢谢